虽然许多变色生物展现它们的颜色,其他的较为低调。 在这里,2500瓦的紫外线灯照着一个尚未被人完全理解的自然现象,珊瑚的荧光性。 有些珊瑚品种能吸收紫外线,这是最能穿透海水的光线,然后再用较短的波长以颜色来重新发射。 这个过程解释为什么珊瑚的荧光有不同的颜色,每个符合不同的波长。 在普通与紫外线灯的切换下,能清楚地示范这个现象。 其他动物像海洋池与海葵也对紫外线有所反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